第一次在韩国这里定的Ado Me的包裹啦 今天收到了我第一次在韩国这里订的Ado Me的包裹啦 大概是前几年 三天订的吧 然后过后两天就收到了 然后现在要来开箱 然后我发现在韩国订Ado Me是便宜很多的感觉 超便宜哦 其实我订的时候其实我还在想 不敢订太多东西 因为我怕 不够钱刷它 然后过后就 尽量订那些 真的是比较需要的东西 然后过后 没有很贵 所以 首先就是这个卸妆水和卸妆海面啦 因为之前我没有带我自己的过来 因为它很大个 然后过后会很爱我心底的位置 然后我之前是用那个 Ado Me的卸妆的那个 卸妆的那个 卸妆已经用完了 然后过后 哇好彩它很快就到了 因为我真的是用完了 然后 然后 YES 还有这个 上厕所 用的 这个Wed T-Q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些重要 但是 来到韩国之后 我就真的是觉得 这个东西是超重要的 因为他们厕所 不像马来西亚 是有时 他们会有那个 厕所旁边 麻风旁边 会有那个水可以洗 然后他们只是有 干T-Q 还是什么的那一些 然后 所以 这个Wed T-Q 可以带去厕所的 在韩国这个是超重要的 然后 还有这个也是 Dip Cleanser 因为在韩国 差不多每天都化妆 and then 呃 我想到 那一个用了过后 就可以再用多一次 Dip Cleanser 就真的是清得比较干净 因为不懂我是不是来了 我每天化妆 然后过后 都开始有省一些痘痘 可能 之前泄不干净这样的 然后在马来西亚 也是没有常常用到 但是 来到韩国之后 我就发现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然后过后 还有这个是 呃 那个 染眉膏 还有这个 eyeliner 因为也是每天化妆 所以都是有用到的东西 然后 哦 还有风胶牙膏 我之前是有带 呃 etomi的那一个 敏感的那个牙膏 因为我看它 差不多用完了 and then 我就想到 买大罐的 还是其他的那些 就有点多 所以我就 买这个小盒的 这个风胶牙膏 然后它一盒里面 就有这样子四支咯 就我在韩国 三个月期间是很够用的 然后就是这个粉铺 然后就是这个粉铺 因为带来的那个 呃 golden ampule的那个粉铺 它已经烂到不能再用了 所以我就用这个 然后还有我的那个防晒的 那个蓝光防晒的粉铺也是 就是不见了 不懂需要哪里了 所以就买一个 然后还有这个是 body lotion 我有讲 因为我的hand cream没有带来 所以我的手真的是很干 然后过后就 也差不多要进一秋天了 所以我就直接买body lotion 就都可以擦咯 然后过后还有 就是这个卫生棉 老公其实我是有带来 然后过后 呃因为上个月就刚好用完了 and then 我又 真的是习惯了 用adomi的吧 所以 我不想要随便去便利店买 因为这种是比较 私密处比较敏感的 比较需要保护的东西 所以我就还是上回 adomi的网站去买这个 而且它里面有 12314个的 等一下开给大家看 它里面有这样子 1 1 2 3 4 所以我觉得在三个月期间 是非常够用的 ok 就是这一些啦 一箱就是我买的 这一次的adomi 这些东西 虽然都是平时在门里面有用的 但是这一次可以在 韩国这样子收到当地的货 而且在自己开箱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神奇 老高 可能 他之后还有什么tread的话 我应该还会直接再买 但自己买真的是超方便的 ok就这样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5 1 2